现在有很多女人认为 只有男人愿意给女人花钱 才代表爱和喜欢 用男人给自己花钱的额度 来评判这个男人对他爱的程度 还有一部分女人 她是这样说的 我只看这个男人 舍不舍得给我花钱 那我就想问问这个女人 要花多少才算舍得 你心里这个衡量标准又是多少 但凡是用舍得两个字去衡量的 我就想反问一下 男人舍得在你身上花钱 你能让他得到什么 男人为喜欢的女人花钱 天经地义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有舍必有得 他是能得到你义无反顾的爱 还是能得到你的尊重 还是能得到你发自内心的理解 其实到最后他什么都没得到 你无非就是用舍得这个词 来道德绑架这个男人 花到你满意 这就是爱 你花的不满意 这就是不舍得不爱 要我说如果这样 你还不如明码标价呢 你就告诉他具体的数字 他花得起他就花 他花不起他就撤了 用舍得这个平凡标准 去考验男人的女人 貌似贤良之辈 实则贪婪之人 你们说呢 呜 来冠